《龙竹英雄》,面对拥有不死之声的扎马斯,天使维斯将心自出手解决。 大不死的扎马斯,郁闷的吉连。 复活归来的扎马斯拥有很强大的实力,同时拥有著不死之声。 在《龙竹朝》的漫画中,悟空曾经使用过破坏神的崔技能,不过却并没有什么效果。 即使是后来拳王出手,也是因为扎马斯与黑悟空融合,失去了不死之声。 在《龙竹英雄》的动漫中,扎马斯其实也有多次出手的记录,甚至与神官悟空有过交手。 不过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,还是他与实力远超破坏神的吉连战斗。 吉连的实力虽然远远超过了合体扎马斯,甚至在战斗中将扎马斯打得鼻青脸肿,不过扎马斯利用不死之声,很快就复原了,让吉连很是郁闷。 即使是比破坏神更加强大,吉连叶拿扎马斯没有办法。 那么,如何解决打不死的扎马斯呢? 或许这一次天使维斯会亲自出手解决。 天使维斯出手解决扎马斯。 天使维斯虽然是破坏神的随从,但同样也是他的老师,一身实力深不可测。 在《龙珠超》的故事中,维斯短暂出手过三次。 第一次是一击就击飞愤怒地破坏神比鲁斯,并且让他陷入了沉睡。 第二次则是修行阶段,与悟空贝吉塔的对战中,他不仅轻松躲过了悟空贝吉塔的联手攻击, 同时还抓住机会对他们两人进行了打击伤害。 第三次则是在剧场版中,面对愤怒的传超布罗利中,轻松躲过了他的所有攻击。 要知道,此时的传超布罗利可是让超栏目吉塔全力出手的赛亚人呀,维斯能够戏弄布罗利,实力真的是相当可怕。 当然了,扎马斯的实力并不强大,无论是悟空还是贝吉塔,都可以轻松击败他。 不过最麻烦的是他的不死之身,并非战斗就能解决掉的,需要用其他特殊方法。 综上所述,小新认为,面对拥有这种特殊能力的人,悟空贝吉塔是毫无办法的。 能够一直驻扎马斯的人,也只有天使为斯了。 毕竟,总不能让悟空使用魔风波将他封印吧。 当然了,以上的内容都是小新的个人推测,最后到底会如何处理合体扎马斯,还是让我们一起期待官方的揭晓吧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!